细长表格就该这样打印 在一个cell中我们有时会遇到列比较少 但比较长的表格 就像当前这个一样 只有两列 但比较长 当我们点击文件点击打印的时候会看到 一共需要五页才可以打印出来 它的特点就是 每页的左侧则打印这么一点 而右侧是空白的去 所以假如我们直接打印出来是比较浪费值的 遇到这类表格 我们最好是转到word来打印 我们可以选中表格正义单元格 然后按键盘的Ctrl加A 将整个表格一起选中 然后在上方我们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复制 然后打开一个空白的word文档 在里面我们点击鼠标右键 然后点击粘贴 粘贴后我们会发现 还是需要很多页才可以打印出来 此时我们需要这样来设置 我们点击这里的布局 然后这里有一个栏我们把它点开 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栏 根据你的表格的宽度 比如这里选择的是三栏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表格就可以分成三栏区显示 但是我们发现只有第一个这里有表头 我们可以选中表头正义位置 然后点击后面的布局 在这里有一个重复标题行 我们点一下 那么其他的也有表头了 我们现在点击文件 点击打印 我们会发现 现在只需要三页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感觉有的同学在评论区打个有用 你的点赞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欢迎大家交流